我今年采购2000万剂莫德纳疫苗 目前已经到货了400万剂 但还有250万剂没人打 周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仁贤忧心 基础型的莫德纳疫苗 对抗Omicron已经证实无效 民众不想打 这些采买的疫苗他认为绝对会浪费掉 卫福部长陈时中回应说 没有听到莫德纳要报废的消息 倒是有200万剂的AZ有可能打不完 而另外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太太 陈佩琪在脸书质疑 东洋代理BNT破局 如果早点买到疫苗 是不是可以避免更多的病故 陈时中也则提出了四大理由解释 当初为什么没办法买 上周才为了800多人染疫死亡 谁该负责 卫福部长陈时中跟国民党另一位 吵得不可开交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加入战局 脸书po文要部长无需动怒 拿出数据就好 话锋一转提到东洋代理BNT破局仪式 如果这些人早点有疫苗可打 结果是否就会不同 就像停电是小动物的责任一样 让人听不下去 话说的非常酸 没有完全的授权 那时候的冷链也没有那么多 那第三个那时候疫情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价格上 那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但现在国内各式疫苗充足 却没人想打 今天政府采购了2000万剂的莫德纳 目前已斗获400万剂 却剩下250万剂没人要 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更直言 基础型的莫德纳疫苗 对抗Omicron或其他变种已经证实无效 民众施打意愿低 最后这1600万剂绝对会浪费 到目前我还没有得到讯息 AZ比较大的可能会到期打不完 莫德纳怎么消化 陈时中还不着急 因为眼前有200多万剂AZ 效期直到5月中旬 台北市还有1.3万剂BNT 23后就要过期 是否紧急加开特别门诊 全力催打 目前大概有4000多位的学生 第二剂的时间还没到 可是我们国内的BNT疫苗 最后的期限到后天而已 是否开放青少年第二剂 混打其他厂牌 期盼指挥中心竞速研议 疫情状况难料 疫苗买多买少都是难题 记得欢迎来到台北斗 人们都从那儿了 优活 人们都不得了 他人们都不得了 特别人 阶级